哈喽大家好 花生米每个人都特别爱吃 但是很多人在家里面炒花生米的时候都是直接放进锅中就炒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那样炒出来的花生米很容易炒糊 而且吃起来还有苦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花生米的正确做法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不仅酥脆而且还不糊 吃起来又特别好吃 关键是放半年它都不会受炒 首先我们准备个大盆 在大盆的里面我们放入花生米 花生的量大概是5000克就行了 我们在准备花生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一种红皮花生 红皮花生吃起来比那种白皮花生更加的好吃 炒熟以后吃起来也会更加的焦香酥脆 我们把花生给它挑选一下 把里面那些烂掉的发霉的都给它挑选出来不要 不挑选的话那些吃起来会不好吃影响口感 挑出来坏的直接扔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清水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白醋 白醋我们准备这种酿造实处 在盆中我们倒入适量的白醋 不需要太多 加入白醋 这样能够很好的去除花生里面的苦涩味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就会吃起来又香又脆 然后我们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让花生米能够充分的吸足水分 这样一会再炒的时候 花生就不容易糊掉 而且同时我们还能够把花生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干净以后把花生捞出来 捞出来的花生给它放进一个菜篮子中 先放在一边把水分简单的给它控一下 控一下水分这样的更方便我们接下来的操作 再准备一个长一点的托盘 把花生米给它放进托盘中 我们把花生上面的水分给它晾一下 给它晾干 如果大家比较心急或者赶时间的话 也可以用个电吹风给它吹干 这样一会我们花生在锅中炒的时候就不会再绷溅了 这样就不容易烫到人 而且这样花生在炒的时候也不容易脱皮了 把花生给它放进菜篮子中备用 准备一口锅不需要开火 然后在锅中倒入冷的花生油 再把花生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开小火用锅铲不停的翻动 大家记住我们在炒花生米的时候 一定要冷锅冷油然后倒入花生 这样我们炒出来的花生米才不容易糊掉 如果我们是热锅热油杀入花生米 或者是热锅冷油杀入花生米 那么我们花生米的外面就很容易就糊掉 而花生米里面的还是生的 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就不好吃了 像我这样开小火慢慢的炒 这样花生在锅中受热就会慢慢的很均匀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米就会又香又酥又脆 吃起来就特别的香 我们圈层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花生米给它炒至锅中劈啪作响的时候 像我们视频中这样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火给它关掉 但是这个时候花生还不能够直接吃 还需要再加一步 我们需要准备适量的高度白酒 把高度白酒给它倒入锅中 不需要太多一点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用锅铲继续的给它翻炒均匀 加入高度白酒可以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 给它快速的蒸发掉 而且我们这样炒的花生米不仅很香 而且花生不会受潮不会发软 就能够保存很长的时间 放半年这样吃起来嘎嘣脆 然后我们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把花生给它装进一个大点的盆中 然后我们在盆中再加入两勺白颜色的食盐 不需要太多不然的话会很咸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翻动均匀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话就加入白糖 喜欢吃咸的就加入食盐 我们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米真是太香了 而且花生吃起来焦香又酥脆 翻动均匀以后再准备一个盘子给它装进盘中 这样一个轻轻松松简简单的炒花生米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做的花生米不管是用来下酒 还是当小零食吃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吃起来焦香又酥脆 放凉了以后吃味道会更佳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视频帮忙点个赞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